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24亿元打造的全新食品工厂就位在嘉义马愁后产业园区这里 一个月的产量有3000吨一年的产值就高达50亿元 产能全开大城嘉义厂第一期占地8800多瓶 一共有四条超过100公尺的产线 外加即将完工的植物肉产线 主要锁定鸡 猪加工产品以及鸡精等补给品 第二期2万多瓶的厂区则预计明年交地 持续拓展翼后食品布局 两座大名厂 投资都超过10亿 另外我们也最近我想开工也做了生计的工厂 那个也要投资10亿 所以食品看起来是因为熬过了过去的两年多 现在慢慢就是有回来 看好包袱性消费潮老牌食品厂加码扩厂的还有这一家 机器快速运转把高汤注入包装 老鞋针也计划投资接近48亿在桃园炉竹盖智能化生产线厂房 生产冷冻食品以及年菜等 另外零嘴龙头莲华食品则宣布砸超过60亿亿 在桃园观音工业区新建厂房 引进智慧化产线以及全自动仓储运输设备 各大厂投资规模大比拼 要抢当后疫情时代食品霸主 三级新宣传李孟山嘉义采访报道